作词 李宗盛 世间一般人 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不是遭遇到许许多多恩怨的这些四国 佛法里面 跟我们说的八口 孕增慧 爱别离 这是古今中外 无不令人感叹的事情 这两种事情都不是我们愿意遇到的 可是在一生当中 偏偏会遇到 时时会遇到 处处会遇到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不能够忍辱 从小运 结成深仇大恨 我们在文昌帝君因之外 一开端 文昌帝君叙设他 过去 抱恩抱怨的这些事情 残不忍辱 如果不是遇到佛法 很难救我 很难回头 这个是真正的痴迷 他才会造这种 不忍辱 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 决定有道理 决定有好处 有利益的 叫我们常常想着别人的好处 不要记别人的我 常常念别人之恩 不要记别人的怨 这两句话很重要 你要能真正做到 生生世世 下福 生生世世 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爱戴帮助 可是偏偏有许多人 忍不过 人家 人家无意对待我们 我们一定要回头反省 不要一昧的指示 他的措处 不见得 他无意对我 为什么不用无意对别人 所以自己冷静想想 心就能平静下来 平静就生智慧 不是我们自己 做得不好 就是言语说错 无意当中的罪人 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态度 我们觉得那是应该的 我做了不善的因子 应当要接受这个恐怖 四次都退到对方 都责怪别人 这是重大的过失 纵然这一身 没有跟人接约 大概总是前身 我们说佛的人都相信了 有来生 有前世 那么这个云烟我们承受 确定没有报复的 这个账倒是轻了 一笔勾销了 忍让比什么都重要 特别是小四 微不足道的事情 更不可以计较 重大的侮辱都不计较 何况是细小的 一定要用智慧 要用慈悲去化解 人没有不能感化的 不能感化人 是我们自己的特性 功夫不够啊 我们的智慧不够啊 现在的人讲的荣誉 别人 家给我们的荣誉 我们自己 要想一想 这个荣誉 该不该得 如果不应该得 而得到的 决定不是好事情 老子所说的 父习 或所义 这个话讲的 非常有道理 既是应该得的 也要尽量的清晰 否则的话 也会惹来 获害 什么获害 诸位如果冷静观察 你不难见到 嫉妒障碍太多 你是做的好事 你是事好人 这个社会过地方 给你表扬 很多人看到心里不舒服 尤其是这个时代 古时候人情后到 换一句话说 嫉妒的人少一点 不是没有 现代的人 已经完全没有缘分 接受到圣贤的教训 他从小 所见所闻 所学习到的 都是真名助理 看到别人的荣宠 他能放得过 所以在现在这个世界 做好事很难很难 做好事 受人毁谤 受人侮辱 他还可以存在 做好事 常常受人赞扬 恐怕他就不能长久 无论做好事 无论做什么好事 越是大的好事 知识越要低 越低越好 做好事 越不让人知道 越好 但您便宜给我们讲的 即应的 应的就是做好事 不必让人知道 让人知道的 已经不是好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